马博谦 一个因房子冲上热搜的男人 马博谦的家 外形酷似宇宙飞船 马博谦的父亲马清韵是世界级知名建筑师 他们的家就是由马清韵亲自操刀设计的 这个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房子 还曾是美剧摩登家庭的驱景地 就是我家它长得不像是一个regular家 它其实更像一个长得像外太空船的博物馆 然后呢我爸呢突然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 建了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们所有的邻居都觉得我们是疯子 甚至都觉得我们是外星人 结果呢我爸呢有一天呢就搞了一个这个 这个NASA宇航员的这个雕塑 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是黑人问号 我爸就说 Yo 我们 Since all our neighbors think we're aliens 就觉得我们是外星人 那我跟你说 那我们搞一个这个 吓一下他们 就反正特别莫名其妙 就是哎 我其实很少我有能独自在家里的时间 因为我今天我妈也不在 我爸也不在 所以You know this is all mine 这是我弟 如果和我弟小时候 然后这边原来都是鞋子 然后一些手办 哦对 然后正常说到 因为我也爱拼乐高的 这是一个Guggenheim Museum 其实我家的这个斜坡的灵感 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 我爸那个时候就是 was like really into this and wanted to kind of show that so for me music is only part of the plan 它只是我要去 我想要去create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empine 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可能也会去做设计 很有可能 而且我有这样的想法 包括时装 包括这个 lifestyle 家具 这些其实我都是有 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但我在说的 就不管怎么样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和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很多的一些 artistic creation 你要看我房间吗 其实我房间现在 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比较空 当然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房间 现在都只是我的一些行李 现在我的家在北京 所以 就是这一块已经 说实话 就是有点不太像家了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会感觉就是 我回到了一个museum 我回到了一个博物馆 我的房间 其实只是博物馆的 某一个房间而已 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我能够比喻 我自己为一个 历史上的人物 我觉得就是沉寂思汗吧 因为他永远在 he's never at one place 他永远不会 他永远不会 stay at one place 他永远都是move around 游牧的一个 所以就是游牧民族嘛 所以其实我从小 就没有这种归属感 我感觉自己也就是 是经常在幽默